五年前曾经来到台湾演出的克拉兹兄弟与古巴打击乐团 这次选择先到台南跟大家抢先过耶诞前 窝海台湾 魁温五年克拉兹兄弟与古巴打击乐团再度来到台湾 最难忘的不是台湾的美食而是 五年前我们最多的观众只是年轻的女孩 但他们变成年轻 一样的热情就像他们的音乐颠覆古典 带来前所未有的森巴摇滚 民众拿着古巴传统的小和良堂克拉兹兄弟 要大家把它当成是沙铃 一边边演奏边打拍子 在一起跳舞搞得大家又马又乐 我们大家一起跟着节目打拍子好不好 他们带来这个拉丁风格的古巴的这个鼓 还有这个爵士风格颠覆这个莫扎特的音乐的 费多芬音乐的这样的演奏方法 我想对台南古城会有一种掀起一个新的热潮 这次在府城的演出克拉兹兄弟特地安排了 浓浓森巴风的耶诞音乐 要大家提前感受古巴式的耶诞风情 中间新闻台南做不到